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的节目想和大家谈谈 讲一下在英国如果要找地方居住 应该选哪些区呢? 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很多社交平台的专业 又或者YouTube channel 会和大家讲一下 怎样选好区 今次我想反过来讲 有没有哪些地方是相对上可能 没那么好的,大家要避开的 例如我们叫做比较rough的地区 除了看那个地区的罪案数字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取得到概念 一个地方是不是好呢? 开始之前,买个广告先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请你按订阅那个键 按下旁边的铃铃 一有新片就会立刻通知你 除了自己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回来讲回这一集的话题就是 如何找出一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地区 早前我看到一个报章的报道 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是一个property expert 就是这个 报章的专题报道 就找了一个专家 毕业专家 来分享他认为 有些teltales 就是有些 信息 有些讯号 可以告诉你一个地方是不是好的 他说了几点 看完之后我觉得 这几点基本上我都同意 但我想再补充一些 我自己在这听的铃居 同事 他们说 一个区好不好 有什么大家要留意 综合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位专家他就说 第一样大家要留意 就是 那间屋 或者那个区的屋 的外观 外表好不好 例如说 那些花园 会不会有人 很热心去打理 那些居民如果都 弄到 garden 烏这单刀 尤其是front garden 大家走过都会看到的 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地方 不是那么理想 是吧 或者有时 有些人会乱 扔那些旧架丝 丢在街 在正的front garden 那里 在门口堆住 我自己都见过 很明显 这些地方 他可能的居民 你会觉得 你不是很想他做你邻居 对不对 所以 都未必是一个好区 另外还可以看看 有没有一些 的迹象显示 但是那里是比较需要做好保安 例如 有些屋 他们会装好 burgrar bars 即是 有些防盗的 网 或者一些 金属条 装好窗 希望就不要被人 爆入一间屋 通过窗杂 去偷东西 或者抢东西 又或者有很多屋 如果你看到 整条街都是 装了一些 保安系统 不是一般的 就是 rain 按键 智能活动 而是很强劲 所有 全部都是 是很普通的 从门深锁 你就可能要怀疑 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爆格 是不是 比较多罪案发生 所以令到那里的居民 都是完全加强防范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 会不会 从屋本身的外表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知道 那区是否好 另一个相关的 就是 噴字 graffiti 当然 我们不是说 艺术家做那些 有一些 很漂亮的 甚至可能 是当区的council 邀请艺术家 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噴画 但如果你去到一个住宅区 你长生会有这些噴画 甚至可能屋的旁边 隔壁的位置 未必是经过业主同意 也会有的 有时 你会怀疑 那个地方 会不会是 比较杂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 噴画的人 是 坏人 千万不要这么说 有民生也不一定是坏人 但如果 你连很多屋 都看到有这些状况 似乎 那个地方 你都会觉得 未必想住 至少你自己都会担心 会不会你这家屋 都会被人噴画 所以这个 大家可能 值得参考一下 第三个专家所说的 就是楼价 楼价不是说 高就等于 好的 最重要就是 比较同区 或者是 附近的社区 例如同样一个地区 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个小的社区 或者是 地区 unknown 流价 你热� 我们不是说你要见到一些很fancy很正的大名牌的品牌的商店在社区才代表那个好区 我们再来看,如果那个地方是很多我们叫bookies,就是一些赌博的地方 因为那些人可以进去买的,就是买球赌博,可以进去下注的地方 好像我们香港的投注站那样的概念 如果那个地方一间半间,未必是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社区有多于一间的,有几间,或者比较密集的 你就会怀疑那里是不是一个好区 因为有这些投注站,通常都会引来一些,我们说的逐点,或者衰点 烂倒鬼,去那里的,会聚集在那里 当然大家未必会想住在一个区,会有这些烂倒鬼 另外类似的就是,有些店铺会不会是通常卖的东西 会吸引到那些顾客,而那种顾客呢 你未必想跟他做邻居的 说白一点,就是比如说,会不会有些是专门低价卖东西的那些店铺 我有见过一些区,有些店铺是卖酒的 而且是说明了,招牌盯着写了明,我们是卖平价的 是低价卖酒的,大家知道了,英国有很多人都喜欢喝酒 还有很多喝酒的人,如果有这些店铺在那里 不论是卖日常用白银,或者是卖酒,或者是超市 都是比较便宜的,最便宜的那些 那你又会担心那个地方,是不是会 那个社区的人都会是,不是太理想的邻居呢 这个就是另一个大家要留意的 一些讯息告诉你,那区可能不是那么好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哪些呢 我综合了一些我有时跟同事,邻居聊天 说起要留意的地方,跟大家再分享多一点 第一件事就是车,有些人就会说 如果你去那个地区,你想看一下那个地区的楼 值不值得买呢?看一下那些是什么车 如果那些车是又残又旧的 不要说它是不是贵的牌子 只是保养又残又旧都做得很差的 你都会怀疑那个地方是不是很不错的社区 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了 学校没有样子看的,不是说 漂亮的,好的学校一定是光鲜一点的 大家可能要留意的,就是可以上网查回 那区的学校,在社区里面的学校的情况 这个呢,我是听过一个邻居,他是做小学教师的 他有说过就是,从学校的数据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 举个例子,如果那个学校是很多小朋友 是在认为免费午餐的话呢? 那就是代表着那家学校的学生 他们来自家庭呢?通常来说收入会低一点点 甚至可能是失业,或者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差 另外就是那些学生的背景 例如有几多人是讲英文在他们的第一语言 那无论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是涉及歧视 会不会说歧视某些种族,或者歧视低收入人士都好 这些老师告诉我听的信息似乎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你一个区的学校的数据 是可以看到其实那区本身是好不好 因为那些学生通常是同区上学的 越近就越容易去到那家学校的 如果那个学校的数字上反映到 似乎他们的学生的家庭 不是说非常之理想的那些那些类型的话 那可能是间接地反映到那个区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一种社区 当然我都要戴上头盔 我觉得这个不是百分百一定是的 举个例子 不是有色人种一定是穷或者一定是差的 这个可能间接地给大家的概念 知道区住的是什么人 至少可以这么说 下一个就是当地的人 讲开人 我不是叫大家去逐个敲门 问一下你是什么人 你做什么工作 不可能的 大家是可以通过一些网站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 就是给大家输入一个网站 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方的居民 本身的类型 通常就是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 结果看到 例如有多少% 他们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 即是就职来说 是属于ABC 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见到 又可以见到 学历上面 有多少人有哪种学历 可以看到有多少人 是供楼 有多少人是租楼 甚至可以看到 有多少楼 是从公司去租回来 或者从居住社会去租回来 或者是私人业主去租回来 又或者是哪些楼 其实是可能买回来 但是通过居住社会去买 那些公司去租回来 从这些你可以看到 那些社区的居民是哪些人 讲到这个话题 刚才提到 有多少人在公司租回来 有些人就会说 一定要避免这些公司房子 就是千万要避开公司房子 那是否呢 我自己有些同事 他们都是住在一些 我们叫做ex-公司房子 他们说 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公司房子 但是其实很多人已经买团了 现在一些人已经慢慢向上流动 可能已经变成是一些收入不错的人 可能他们第二第三代 其实教育程度也不错 收入也不错的 绝对不能够说 曾经是公司房子一定是比较差 所以 我都听过一些本地人说 其中一个参考方法就是 你看一下公司房子 譬如是一个多层房子 或者是一辣都是房子那些 可以看看有多少呢 还在公司房子租回来 有多少呢 是已经买断了自己成为业主的 后者就是他们成为业主的 至少在经济条件上 你会觉得是会好一点 而这些数据呢 你是可以 在刚才说的很多 查询一些地区的背景资料的网站 通过他们的人口谱查数据那里 是可以找到的 大家输入一个postcode 就会知道 有百分比是多少的 那些房子呢 或者flatis呢 还是由租客向council租 这个呢 他会给大家一个间接的参考 当然再加上 刚才说的其他层房子 例如说 他是一个council house的范围 整堆都是council house 但是街道很干净的 没有什么涂鸦那些 另外呢 有些人的屋带得很企丽的 又不会看到很多人 放了防盗网啊 那些这样的 那其实可能 你看过这些数据之后 和现场实际地考察之后 你都会觉得未必是这么差的 所以我会觉得council house 是一个因素 但是不能够正是看这个因素 有很多已经是 不再是一个狗犯地带 或者是不再是很差的 这个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最好就是综合了很多其他因素 去考虑才去决定 不要看到一个标签 council house一定不好 因为可能你会错过了一些 其实可能是不错的地区 都说不定的 最后再说两个 我们就这样说 叫资讯来源 都是网上的 首先就是新闻 如果一个地方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可能罪案会多一点 尤其是严重的罪案会多一点 这些情况之下 如果大家上网 去输入那个地区的名字 再加上 可能是 你可能写一些crime 或者是罪案 或者是一些罪案的字眼 例如murder 跨上的murder 就是burgery 就是一些爆隔 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找到一些新闻 一些本地地区的新闻网 是会告诉你 那一区会不会经常 都发生罪案的 这个也是一个参考 在英国很多社区 都会有他们本地的新闻网站 其实都是由大集团经营 但是他们为每一个地区 搞一个独立的网址 一个网站 然后就会将当地的新闻 就会全部放进去 如果大家知道你那区有的话 就可能设计了这些网页 你就可以定期看看一些新闻 可以知道你的社区 有什么新闻发生了 有什么罪案发生了 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 如果你是想找到某一区的楼 你也可以去那区 看看会不会有地区的一些新闻网 是可以找到的 你可能打个keywords Local news 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 通常你会找到这类的网站 例如我住在伦敦 伦敦会有伦敦news 这类的网站 或者Local Guardian 当然会找到很多本地地区的新闻 他会细致到 可能会说 某天那里曾经撞车 所以是因为这样 有交通机失了 所以就要封路 影响到交通 他有时候可能这些都会说的 你会拿到很多Local information 知道那个社区的情况 值得参考一下 另外一种网上途径 就是社交网站 上面的地区群组 如果是香港人群组 都值得参考 因为香港人 大家同声同气 知道大家都是香港人 找地区居住的时候 有些什么考虑 这个当然值得可以加入 比如说在Facebook 会有很多groups 另外有WhatsApp group 或者Telegram 这些groups 除此之外 本地的群组都很值得考虑 因为这些是本地 真是Local的人 可能住了很多年 他在这里会有很多的资讯 有很多的很广阔的网络 所以如果你在那些地方发问问题 比如说 我有兴趣搬来这里 会不会有哪些东西要留意 在我选择住地点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地方要避免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途径 让大家去找到 哪些地方可能是好或者不好 尤其是不好的地方要避开 希望以上跟大家说了 这么多种要考虑的因素 以及可以观察的一些不同的因素 是帮助大家避开一些 我们叫做不太理想的社区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安乐 开开心心地居住 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除了YouTube之外 我的节目也是Patreon这个平台 送来发表 是没有广告版 和是优先发放的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去今集的简介 可以在这里找到Patreon的连结 多谢你的支持 今集就说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